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的《独默推荐书》 我是沃甫 身为作者 我不是很在意自己的作品被放到哪个类型 不过很多时候在创作的时候 会尽量试着在同一部作品里面置入不同类型的元素 不过有些类型对我来说颇难驾驭 例如言情小说 而今天的来宾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重要作家之一 我们欢迎黑杰明 嗨 大家好 我是黑杰明 黑杰明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我是20岁的时候第一次试图就是用手写写了6000字的稿子 工作几年之后分期买了电脑 就开始有就是用电脑写稿 然后就写了第一本小说 投给了第一间出版社 那结果后来第一间出版社就被退稿了 因为是第一本小说 我在之前完全没有写过这样子 因为第一本被退稿 所以我有点胆怯 所以我第二本稿子就投给了第二间出版社 那结果这次他就过稿了 可是过稿之后 我因为同时在写第三本小说 他第二间出版社没有马上排起出书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 第三本稿子 我就投给给第一间出版社 就是河马出版社 那没想到就是过稿了 所以当时其实还蛮开心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被哪个作家影响吗 或者是说你当读者的时候 你影响你最深的作家是哪一位 影响我最深的作家应该是就是 林玉 又是他同时又有另外一个笔名叫做点心 那在我很幸运在我刚开始写作的第一年 就在网路上认识了林玉 那认识这个作者之后 我才知道说原来言情小说这样子轻松的题材 也是有人很认真的在写安排剧情 书写大纲 然后可以加入一些女性的社会议题 像是裹小脚再婚 认识他之后其实让我比较知道 就是说即便再轻松通俗的小说 你其实还是要去花很多心力去安排他的剧情跟桥段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蛮幸运的一件事情 他从一开始的就是说 早期比较轻松简单的金小器家族 后来他有转作转去写一些就是比较奇幻的小风 就是东方奇幻的像艳成志那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他还会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类型 是一直给我来讲就是说 给我就是说蛮多底力的 所以会读其他类型小说吗? 有其他喜欢的作者吗? 我还蛮喜欢推理小说的 那其中像劳伦斯普洛克的《雅贼》系列 就非常的有趣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主角伯尼 他是一个有偷窃成瘾的人 老天爷老师给他一些不同的困难 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 三不转路转的去解决他 即便是不是用非常传统的方法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利次 因为他总是可以把它解决掉 那像老普的书 他非常的就是简洁明了 然后他的文笔就是非常的像热刀切奶油 就是很滑顺 可以一下子就让就是阅读的进入那个状况 然后我最喜欢他的书的其中一本是 《突出怪力的贼》 我也很喜欢斯蒂芬金的小说 我都习惯称呼他大金 那大金他的小说就是虽然是写恐怖小说 可是他书写的手法总是可以让人在就是黑暗中 看到些微的光明这样子 然后他在描写人性上面 是有一些就是很优微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温柔 他非常擅长就是书写一些很细节的场景这样子 那我最喜欢他的几本书就是说 像《世纪奇摊》中改编成《刺激1995》的那一篇 还有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忘记的鬼店 还有就是他的续集安眠医生 还有就是如果他流血里面 其中有一篇叫哈洛根先生的电话 即便经过几十年的时光 你再回去看 还是可以在瞬间感觉到 他当下的那个情境氛围 那种气温味道 补油露的热度这样子 是相当厉害的一位作者 另外我也很喜欢阿加沙克利斯帝的小说 我们小时候都是先看金田一或柯南 那但是如果你在回去看到阿加沙的书 你才发现说阿加沙的推理小说 在一百年前来讲是相当厉害的 他以至于就是后面很多推理小说跟推理漫画 其实都参考了他的一些原案 那他的书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非常精彩 像譬如说一个都不留 或者说罗姐艾克若命案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东方快车摩杀案 这样子都是我相当喜欢的小说 阅读推理小说对我的影响 就是可以让我在卡稿的时候脑袋放空 你卡稿的时候吗 就可以去看这些大师们的作品 因为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去放空 不用不用去想自己的事情 你就专心的享受去看这个推理小说 是我卡稿的时候会做的事 那开始写作之后就打算要成为专职作家吗 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 我只是想说我喜欢写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边工作一边写这样子 后来就是工作了就是写稿了两三年之后 我发现说写稿的收入其实可以支应我的生活 然后所以后来我才决定说 那我就把原先的工作辞掉 专心写言情小说这样子 我有喜欢写小说 但至于喜不喜欢当专职作家这一点 就不一定了 因为专职作家就是你的是一个必须先完成工作 你才能拿到稿费的工作 那如果说是抽版税的话 甚至要等于你卖完书之后 你才有销量 你才可以拿到你的薪水 就是我们的版税这样子 所以就是也没有劳健保盈亏自负 那这种工作当然就是压力三大 所以我其实喜不喜欢当专职作家这件事 因为压力太大了 所以并没有很喜欢 可是喜不喜欢写小说这件事 就是因为很喜欢写小说 才会即便压力这么大 还是有继续当就是写小说这件事 好那自己写过的系列或角色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很难讲说有最喜欢哪一个的角色或系列 那我目前其实有在写两个系列 一个就是古代的魔影魅琳 然后一个就是现代的红眼意外调查公司 那在这两个系列之中我最喜欢的角色 其实现代的话 当然就是红眼意外调查公司的小女佣 小肥丁可飞 小肥他其实就像是我们一般人一样 他就是个社大胆小怕狗药的小老百姓 就是和我们一样很爱八卦这样子 所以他就可以 我们读者就可以以小肥的身份 就是来看这些就是很厉害的人 谈恋爱啊 全世界大冒险这样子 然后又可以八卦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小肥 古代的系列就是魔影魅琳系列 那这个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阿玲 那她是一个千年不死的巫女 那虽然是活了很久 可是她跟我们一样就是会有一些 爱恨秤之七情六欲 那她也是就是说 像我们大家都一样就是即便犯了错 也就很容易死不认错 就很口是心非很傲娇 我觉得我们大家内心深处多少 都有一点这样子的性格 所以创作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吗 或者是下过什么功夫 因为魔影魅琳这个系列 它是从上古一路写到 就是春秋战国唐宋远民 再一路写到现代 然后它横跨的地域是横跨万里的 所以就是要查非常多的资料 我还去跑了非常多次的图书馆 因为自己字长书真的不够 然后要去故宫就是看一下 古时候人家用的器具 后来还跑去学中顶文跟毛笔子 虽然都没有学好就是 后来就是写到其中一个豆腐店的时候 还有自己跑去就是买豆花 从豆花开始泡水 然后磨成豆浆做豆花再做豆腐 写红艳的时候比较特殊的经验就是 因为我书中有写到 所以后来就是空军基地开放的时候 我还特别跑去空军基地看就是 阿帕契直升机长什么样子 还有就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大小 这样应该也算是特殊的经验吧 那你觉得你写过的题材里面哪一个最有趣 最有趣的就是红眼意外调查公司 因为他是一个专门调查意外的公司里面的员工 因为要调查意外 所以他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性格跟他专业都不同的员工 那其中就是相似会有就是基本的调查员之外 还有见识员 那还有就是说科学顾问 然后天才外科医生 然后电脑骇客这样子 那当然他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气的贼头老板 不过对我来说就是红眼意外调查公司这个题材 就是比较有趣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可以把就是说爱情科幻动作推理 这样子各种不同类型包含在其中 因为他们要调查意外 所以他们就是员工就可以全世界跑透透 去了解各地方不同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文 然后而且就是可以从高山写到大海 沙漠写到雨林 还有从高科技写到老葡萄 就包含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题材 黑洁明写了这么久 你觉得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一群 和我有同样爱好的读者 才知道说原来我喜欢的东西有这么多人喜欢 就还蛮开心的 还有就是可以学到很多奇怪的忍知识 可以学到如何铸造一把刀 如何就是野外求生 如何生活 如何做豆腐 如何造之 就是一些奇怪的忍知识 就还蛮有趣的 另外一个收获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可以告诉自己说 的确生活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成写作的材料 说不定下一次Motuber也会出现在黑洁明的作品当中 不过在放他回去写作之前 我要先麻烦他做一件事 好 请大家关注黑洁明 一有新书马上就会收到通知喔 除了买书看书之外 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独默的频道喔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好 拜拜